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进行气道的外科手术 插入胸管等医疗操作 这就给了医生们很好的上手练习机会了 除了儿科机器人之外 美国之家公司还发明了产科机器人 它可以模拟真实的生孩子的场景 会哭 会呼吸 会流血 深圳地发出生孩子那种痛得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这一系列的逼真反应能够让练习生们能够有一定的紧张感 增加双方的互动行为 让练习生们更好的练习应对手术中出现的危机 看到这里忍不住为人类的聪明智慧点个赞 今后也许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机器人 大大的提高了医疗培训的效率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好事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